大顆果實色澤飽滿 這些來自產地的碰桿裝箱後 擺上輸送袋 工作人員忙著出貨備戰 另一頭好幾雙手也都沒停過 把碰桿裝入透明塑膠袋中 現在正對時摘下的碰桿 嚐一口 非常的飽滿 而且汁也很多 天度最少有4.5度以上 產地大批碰桿就地裝櫃 準備海運送往新加坡 近年來紛紛改變外銷策略 開拓新的國際商機 外銷對象轉向東南亞及日本 中部的碰桿算數量又比較多一點 有三四十個貨櫃的量 出去東南亞 碰桿外銷來講的話 這十幾年來 我們是沒有和中國大陸 以往台灣水果外銷高度 依賴中國市場 銷中數量占比最高的時候 曾經達到84.4% 去年先降為四成後 今年初更大幅降至2.4% 以台中市來說 所種植的水果 外銷最大宗的就是柑橘 主要產區在東市石岡豐源等五大區域 年產量達25594公噸 農曆年前力拼出口 外銷東南亞國家為主 另外鳳梨世家及蓮霧 也在今年來改變外銷對象 據台中市農業局統計 近三年來光是柑橘類外銷所得 就賺進大約1億元 農曆年前正是柑橘主要產季 因為諧音有吉祥的意思 在春節期間碰肝拼新加坡外銷 討喜應景 而茂骨肝賣到日本也受到歡迎 三里新聞楊敬李建營SM小組 台中報導